你說你好像蠻多暱稱對不對 我說我叫你叫蠻多鐘的 喔那你說來聽聽 因為其實我有點想不到我有什麼暱稱 叔叔 喔 對 叔叔 沒有因為其實只有差兩歲啦 然後好像也沒有理由就是 追口說說的 然後他好像 這樣會見 就故意這樣叫他 我跟你講你不能交到多久啊 這兩年就跟我一樣啦 你就是我現在的年紀啦 沒有他就是很愛鬧我是說 因為我其實有時候也會調侃自己說 哇現在 就是已經不是那種年輕小朋友那樣子 對然後他就會就趁機一嘴我說我是叔叔這樣 陳昊就是 漢堡啊漢堡包啊 然後 然後 最新的就是 就是記者會玩然後記者有幫我 重新幫浩浩取一個新的暱稱叫做 小火球 所以他現在是小火球 他的新暱稱 因為在拍戲的時候我們剛好在 11 2月那時候比較冷 對 台灣那時候比較冷 然後 呃陳昊其實他 我不知道我手就是都會很 比較容易冷 就是四肢的末梢會比較 可能血液循環不好吧 比較容易冷 然後陳昊手就很溫暖 然後 然後我就有時候拍一拍 然後就是 很冷 所以我就去直接抱他說 哇好溫暖喔 然後我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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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就說他是小火球這樣 對 然後所以記者就幫我命名他叫小火球 好溫暖 好溫暖